你 本王早就告诫过你 不该受留来路不明之人 如今此人涉嫌行刺二殿下 若陛下问起 你引狼入室 你如何应对 可初见那人之际 他还在保护一个孩子 免受欺负 身为逃犯 却仍有侧隐之心 不怕惹事 他怎么可能是刺客 人心险恶 马郡主 看来你还没有看清 这里是京城 不是你的奎州小弟 这里的每一步 都有可能暗藏杀鸡 引来杀身之祸 你清醒了吗 还是你没有办法接受 被以相信之人背叛的刺猬 被以相信之人背叛的刺猬 但占星相信 并不是每一次背叛 都是故意伤害 有时表面看似是在背叛他人 实则是出卖自己 请 请 请 启兵主子 陛下急令 命主子还有马郡主 即刻入宫觐见 似乎是因为博王府 窝藏逃犯之事 使陛下勃然大怒 请 请 请 专相 萧尾说他奉命赶到相府时 那个刺客已经未遂 咸良自尽了 是 臣遇阻止时 已无力回天 陛下 丞相聚聚说那逃犯乃是刺客 无凭无据 何以断定 陛下 臣从这个奴隶的口供中得知 他对二殿下执法不阿 心存恨念 故立即赶去抓人 并且 臣从其削吕中 搜出了一把鼻鼠 而此犯更于自尽前 跨压认罪 当真如此 区区一名逃奴 竟胆敢有冒死 刺杀皇子之心 陛下确实如此 微臣纵然无马分尸 也不敢欺瞒陛下 禀父皇 儿臣数年前 奉命前去彻查 军中集体藏粮一事 的确将一批涉案的士兵 伐将永世为奴 如今 刑刺的凶手 的确于当时被贬为奴 兵部皆有档案被查 看来此逃奴却有行凶之心 校尉向朕禀报时 朕也觉得奇怪 现在 终于水落石出了 二殿下平安就好 毕竟你是朕的儿子 日后你府上的守卫 更要严加把守 一方不测 谢父皇关心 杨校尉 臣在 此案的背后 都是因丞相担心朕的皇子 他的好女婿所致 暗议至此 朝廷能够回归安定 这是最最要紧的 无须再论了 是 博王 郡主 你们识人不明 博王府警戒欠家 险些商及皇子性命 你们可否知罪啊 父皇 儿臣失察 请父皇降罪 陛下 此事与伯王殿下无关 殿下曾多次立足小女 勿收留来历不明之人 致小女一意孤行 致此大错 恳请陛下 只致小女一人之罪 誓出博王府 博王当然难谢其则 博王 朕罚你私过三月 攻角一年的风路吧 儿臣领旨 马翟星听旨 你受人蒙蔽 明晚不灵 陷阳大错 朕罚你于太庙跪地反思 三天三夜 摘星领旨 朕罚你还担心马翟星吗 不 只是马翟星还有用途 怕他挺不过 会坏了大事 放心吧 朕不会让他死的 朕罚 朕罚你这个准王妃并非职中职务 你要错起锐气 让他安分些 也可真惹出事来 儿臣明白 还有 朕要你此时一夜杀之首的身份 来回答朕 这个案子有疑点吗 一个偌大的宰相府 连一个重犯都看不住 能让他这么轻易就自尽了 回陛下 林广在入府时 莫消已搜过身 并无竞相所呈上的匕首 而伯王府守卫森严 不可能在府上盗取匕首 果然有一刀 那你就详尽地查下去 三日之内朕有真相 是 遵旨 一刀 郡主 站住 来者何人 君业 我是伯王妃侍从马靖 我想给他送点衣服过来 陛下有命 任何人不得靠近 退下 郡主 你没事吧 郡主 马靖 郡主 你的腿如果再挂上三天的话 恐怕 你别担心 我现在就去想办法 奉顺告诉封城大哥 不能再因为此事 破坏了朝廷与马家军的关系 连累伯王 郡主 马靖 这是命令 不得违抗 你为什么什么事情 都想着马家军 你现在再挂上三天的话 你的腿就要断了 来人啊 来人啊 有没有人教救我们家郡主 他腿不好 你快去教人救救他 快去呀 来人啊 进军将领 若敢再让他胡闹 饶我思过 来人我必定禀告陛下 说你们失职 听到没有 郡主 再闹 就把你拿下 及格退下 郡主 退 郡主 退 退 休息